各位平安 我们今天讲《如何进行自我驱赶》 自从上次我录了《如何自我测试》之后 真的有很多人 无论是自我用这个目测、这个不测 他给了很多片子 所以我已经存在了十个个案 我未曾有时间处理 所以同样就是 我们希望录了《如何进行自我驱赶》 帮助大家 在大家收看之前 或请大家帮我帮忙 帮我分享、赞、订阅、订阅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Youtube 里面的大数据 会将我的影片 放在一个多人看的位置里面 更加可以帮助更加多人 今天我给了一个powerpoint 大家 这个也是很长的 但有人回应给我 牧师他想讲得仔细一些 或者他想有些交流 所以可能我今课可以分了两集 首先我会讲一个理论 下次我们再仔细地来讲 这个驱赶的过程 或者我们用半个小时 然后就给大家问问题 因为上次问问题都相当踊跃 因为关无俱赶 其实要面对很多 很多淋淋淋淋的事情 首先我们在引言里面 就是被鬼附的真情 我们又要解构给大家听 被鬼附是什么 圣经里面形容 就是说 壮士就披挂整齐 这个壮士是自己 是人来的 圣经里面用壮士 形容一个人 对不对 还有一些人 他还有些装备 有些盔甲 他就看守自己的住宅 这里人有一个责任 你就要看守住 所以我们就说 凡是被鬼附人都是怎样呢 他失手了 他没有好看守自己的房子 如果他是看守自己的房子 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那些灵体就不会撞进去 好了 大习经说 有一个比他更撞的来 有一个比他更撞的来 这里有一点矛盾的地方 其实灵好像很虚无缥缈 你也不知道它存在在哪里 所以他的能力一定是小的 也就是这样说 他唯有进入一个人的身体里 他才能壮大起来 不过圣经里面就说 他是一个更壮的 即是说他是一个潜质 他本身没有能力 不过他进入你里面 好像寄生虫那样 这样就不同了 他的能力就从你那里而来的 如果一个更加壮壮事 胜过了 就好像我的屋徒 那屋徒做什么呢 就是有一只贼 就进入住宅里面 绑住那里有两个男子 对不对 圣经里面说 当他进入了之后 做两个事 第一 就将他解构了那些盔甲兵器 即是原本有兵器 守住的 他不能进来的 但你自己开门便进来 另外又分了他的床 这个你想想一想 即使你家屋里面所有的东西 他都可以用 不单是用 什么叫分装 即不是一只一群 那么简单 是连群结队 所以亦可能是这样的缘故 圣经里面用更加壮事 这就是一个被鬼附的真情 当有人被鬼附的时候 是否真的要处理 不如我这样问 当你有病的时候 是否真的要看医生 是否真的要医 我告诉你很多人是有病 是不肯去看医生 到你病入高峰的时候 你再看医生的时候 已经是没得救了 再来一件事就是 有人是被鬼附 有人提议他 他说你只要专心读经 和祈祷就没问题了 我们学一样东西 你去想一想 我们要讲道理 说这些人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第一 他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些事情 对不对 很简单 你有病 你找个容医去医你 你真是自己累自己 对不对 你一定要找个有经验 第二 他就想帮你 怎么帮 他是不知道怎么帮的 其实我说出底层给你知道 其实很多人是害怕的 真的害怕的 不是开玩笑的 牧师是害怕的 全都害怕的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地鬼附是否要处理 他当然要处理 是否可以读圣经就可以 我不说其他 读圣经可以吗 我现在给这里有一个名词我说 我告诉你 不要忘记 魔鬼是读圣经的专家 简单来说 你读圣经比魔鬼多 还是他比你多 当然他比你多 他不单熟悉过你 不单熟悉过你 他懂得背 你说你读圣经 读圣经就可以 你想想你在说什么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是被迷惑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道理 我们看看这里 这里我想告诉你 他不是读圣经这么简单 他是用圣经挑战耶稣 这里说魔鬼带耶稣上了殿顶 然后对耶稣说 你若是神的如止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他的 主要为你 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段圣经的详细我们不解释 不过这段圣经来自哪里 是你不知的 就来自诗篇九十一篇 魔鬼是用这段圣经 是很符合当时的一个环境 为什么魔鬼带他上殿顶呢 殿顶跳下去才会有危机 这段圣经便合适 所以魔鬼是比你更熟悉圣经的 另外就是说 我便要处理 但你怎样处理 你能否晓得 有能力去处理 我刚刚收到一个网友的回应 他说我看了很多牧师在YouTube的分享 不顾是真理的教导 还是祝灵的分享 都从中获得许多个学习 我都要多谢他的回应 这是对我来说的鼓励 我们现在对着网络 都不知是 你不给他回应 都不知是能够帮到人 还是不帮到人 当然我相信是帮了很多人 你留心 因为我住在台湾 如果家人有足灵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约太多的人 当他约灵界那些 是很多的混乱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就算约鬼也好 他又不知什么是鬼 另外就是 那些鬼有多少数目呢 有什么名字呢 或者是鬼在人的身体哪里呢 你不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怎么去处理它呢 你是没有能力去处理它 你看回网上 像我这样的视频 他说坊间有没有 网上有没有 基本是没有的 如果有很多 你就看到一件事 你也要很小心 譬如今天我看到 一个医治 他就告诉你 有些医治的天使 就是说有一个人 就是他有医治的天使 帮助他 不可以帮助他 接着他就开了天眼 接着他就知道很多样东西 你千万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我相信 在网上讲这些资料的人 应该可能石角紧存 你可以上网上看一看 第二 第二 我们要解册污鬼的诡计 我们就说 我想处理了 怎么处理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先揭条件 第一 这里就说 你看过的 《以不所书的读章》就说 撒旦那里有一些诡计 撒旦最重要是做什么呢 最重要是欺骗人 就是诡计就是狡猾 所以一个被诡妇的人 其实是中了诡计 自己也是混乱的 在混乱的时候 最基本上 原来需要有很多圣经的知识 你才能够去对抗他 你想一想一想一件事 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对圣经真的有没有认识 是没有认识的 因为这么容易得到 这么神奇的力量 我还想不去读圣经 你本身是没有圣经的 但是我们要抵挡这些污鬼的时候 我们需要圣经 所以有一个装备 所以圣经里面也说 我们要穿上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你就看到其实是全副的军装 这里是一些工序的 这里是需要付出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 当被鬼附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帮不了他 不是我们不想帮他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说些什么 他觉得不是 那不是我们不勉强他 因为我们没有收他钱 但是他不能分辨 分辨不了 我们不能帮他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说 阿牧师 我家人被人拿了降头 我世上没有降头 降头和灵界都没有关系 不是 真的拿了降头 那你家人怎样 家人都平平安 那你怎样被人拿了降头 对吧 我们说降头和灵界都没有关系 他又说一定有关 那怎么处理呢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他的嘴巴生非枝 他说那些鬼令他生非枝 那些鬼就不会令他生非枝 对吧 那些鬼就不会令他生非枝 那你有什么证明的 我就是证明 我觉得是 那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针对这些非枝 那我们就只是踏错 我只是不能够集中攻击那些污鬼 那又是搞错了 很多这些是运练的 好 再来 那我们就说 我们先要肯定和坚固那些人 很多求助者 他就把他的盼望 摆在我身上 但我们也要澄清 我们只是说了一件事 你是自己看守你的房子 你这里有责任 同样一件事就是 你现在淪陷了 你现在被捆绑了 你被壮士进来绑住你 怎样能够反白为圣 是靠你自己 所以我们一定 我们讲真情给你知 是你最有能力 不是我最有能力 我极其来就是一个教练 我可以教你的方法 但我教了方法 你不做 是吧 为了我教了方法 你觉得很辛苦 不做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 和兼顾当事人 然后才可以给他一些驱赶的技巧 好了 现在我们真的要去驱赶 驱赶是什么 你的对象是什么 或者你的鬼 究竟你的身体在哪一地方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先去 如果有病 先去做检查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发觉一件事就是 你看看个人 这个人 你看到那些线条 我们不多说了 这就是鬼附的证据 我们透过姜饼的人 就好像一些心电图 或者是MIR 或者是X光 真是来到透视的人 里面的鬼是什么 这个真的很神奇 鬼我们没有见过 不过原来 他在你里面 是一个实体 有一个实质 我们也有一些叫做 3Dimension 就是一个立体的公仔 你无论从哪个地方去照他的仇 他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当然是说 我肚里面有一块东西 这样才算 你前面照我 他那块东西 在那位置 你在旁边照我 那块东西 在那位置里面 他真的有一样东西 在当中 我们看看这个人 这个人 我以前叫他点阵 或者我现在用另一个名字 叫布阵 就是说 那些鬼进了人的身体里面 他的身体里面 布阵 布了什么阵 你看看 布了什么阵 首先我们先看看 头 你看看他那两只眼 两个耳 和口是怎么样的 他有一些马都在那里 握住 就是简单来说 令你看不到 听不到 或者听到 你也分解不到 是吧 那便被人捕了一阵 全身都是 特别是在中间那里 直下的 因为在一个大度 通常都是这样的 还有他再看清楚 他在旁边 旁边的线条 是指着手脚的 是吧 指着很清楚的 你特别留心 那些线条是在那人的里面 这个人就全身被他捕了一阵 那捕了一阵 这个人很多时候 都是呆呆的 另外也是对真理 很多时候是不明白的 我们要花很多纯事 跟他去分享一个简单的真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 可能驱赶不是第一时间要做的 第一时间要做 就是教他的圣经 第一时间就是教导他 对神话语的渴慕 或者他是专心去倚靠神 即是我要将他里面的力量 发挥出来 那我们怎么能够将他里面的力量 发挥出来呢 我们就将那些道理 将神的话给他 令到他里面 心里面的力量 可以干强起来 OK 第二个 你看看 这个叫局部暴震 这个暴震 整个身都是这样 你特别看看 他的口 我们有很多这图 很多这图 这个人当然是说谎言 那些鬼灭都在他的口 很清楚的 十个港方言里面 你测出来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 在做一些统计的数据 所以真的要非常想一想 这是局部的 好 再来 再来这个 你看看 好像也挺清清楚楚的 但其实不是 其实他有一些圈圈 有一些圈圈 那就是说 这些鬼应该是狡猾一点的 他应该能力就小一点 不过进去的时候 他就是图定了一些重要的地方 比如两只手两只脚 你很清楚了 他就霸佔 甚至是这样想的 他在那里是一个收发站 也都可以引更多鬼 从他手从他脚进去 因为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站 所以这个我称为有策略的暴震 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也知道 原来那些鬼 是不是很厉害 他也有一定的智慧 所以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东东 你贸贸然来到他 和他开战 你就多多都不够 多多都不够输不够死 所以我们要非常之小心 我们做之前 透过这些测试 我们就定了一个位置 我们就针对那样东西 好了 我们看看驱赶的方法 我们先讲一个道理 好了 圣经教导是如何驱赶污轨呢 根据圣经讲的事 连污轨也会据你力证去抵挡耶稣 你不要说你去赶污轨 耶稣赶污轨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很清楚 有些污轨曾经对耶稣大声呼叫 大声呼叫 一般就是说宣告 你看他怎样宣告 至高神的而知耶稣 他是不是宣告耶稣是至高神的而知 他认识耶稣很深 没有人认识的 这个名词在圣经中出现了一次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懇求你 这个话也挺矛盾的 即是有神做证 神做证 我指着祂 找祂做证人 不要叫我受苦 魔鬼知道 或一些污鬼知道一件事 他是有一定的能力 或者他限期未到的时候 连耶稣也动不了他 所以这里就说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 如果我们研究圣经 就是在《马虎福音》第四章 大概耶稣 就是离远 吩咐了鬼 污鬼出来 但污鬼不敢出来 于是耶稣来到《马虎福音》第五章 就来到一个隔离心的地方 鬼就迎着耶稣 其中跟着耶稣 都说了 我指着神 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吧 你看到这件事 我说这些污鬼都据利力争 你想想 耶稣其实在这里也有些困难 如果给你 你一定做不到 是吧 好了 说到我们主要一件事 纵然这个污鬼清楚 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 是吧 他面对耶稣的时候 他有没有巨色 有没有巨色 毫无巨色 甚至耶稣曾经吩咐 这个人从污鬼出来 他当是什么 至弱网民 好像听不到这样的 所以我们越来越觉得 去驱赶鬼是一个很专门的事工 就是每天都新鲜 不是这么简单的 好了 很多信徒对灵界无知 他怎样 很多人是不明白 污鬼 连耶稣都不惧怕 那怎样怕你奉耶稣的名 宣告一样宣告那样 我都说了 那只污鬼宣告 你是至高神的儿子 是吧 这个对于驱轨是没有作用的 但很多人就说 我奉主有名字 你走 那么容易走 不是那么容易走 你真是开玩笑 你发觉 有些人去很多特会 很容易的 很快手 你习这么快手 一点也不是 因为他们根本是不认识对手 你不认识对手的时候 你怎样去赶祂呢 这里我想告诉你 原来魔鬼所拥有的能力 是远超过我们所想的 它是远超过我们所想的 我刚才说的 圣经是用一个更加壮的壮士 你不要让它进来 就没问题 你让它进来 它比你的壮士更加壮 不单是这样 它已经帮你捆绑着你 分裂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清楚 不简单的 我们再看圣经 基本上 我们驱赶 就是驱赶污赶 我们当然用圣经的例子 圣经教我们如何驱赶 我发觉其实只是一招 只有一招 百变不离其中 首先我去打这个戏责这个词 圣经里面出现了八次 其中四次出现在路加福音 这个也挺有趣的 路加当然是医生 路加用戏责形容几方面 其实都是与魔鬼有关的 与鬼有关的 好了 第一 就医好比特的恶母 耶稣医的时候 叫热退去 斥责 那称什么责呢 可见 应该比特的恶母所患的热病 是从这个鬼来的 好了 接着我们就说 那些鬼又揭露耶稣的身份 另外那些鬼又轻风作浪 想耶稣渡过海的时候 想轻风作浸死耶稣 最后就想浸死耶稣 最后就是一个龙瓦鬼 也是跟鬼有关的 那我们就透过这四个场景 或者四个例子 让我们看到 今时今日我们不是耶稣 是耶稣驱赶也不简单 何况我们不是耶稣 不过耶稣当他做这些驱赶的个案的时候 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法则 在当中 我们就用法则 整体来说 就是那些热鬼 是违反了神给他的权限 阶限和权兵 原来这个世界里面 每一样东西有个阶限在当中 人也是 那他就违反了 我再看 我们看到一件事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圣经说那些热鬼 原来是伏液的灵 那你看回本质 其实他是仆人 其实他既然在仆人的时候 他是为人去卖力 是吧 还有一样东西 他是没有身体的 他是一个伏液的灵 是没有身体的 圣经里面特别描述一件事 他叫不守本位的天使 那就是那一界 原本是你的界限 是吧 再来一件事 你就跟从撒但半变神 你又是那一界 并且他从天上聚落 什么是从天上聚落 原本他们在天上 是他们活动的地方 因为他犯一规的时候 被打到地上 这里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的能力是有一定的收回的 好了 纵然他落到地上也好 但他仍然是没有身体的 好了 所以当他入了一个人身体 侵着人身体的时候 他未越过了神所规定的界限 是为这个缘故 我们是去赶他 我们有一个理由 有一个条件去赶他 好 还有 当他入了一个人身体的时候 他就干犯了自己的自主 很简单的事 明明你的手是你的 是吧 他便移动你的手 是吧 我不需要移动你的手 我昨晚插一个人的时候 他不停地在头上转 我说你停吧 你就是集中精神 不要让他转 这头是慢慢的 慢慢又转 他是干犯了你的自主 好了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是有权责去责备他 命令他 不可以越轨 相反 他们很清楚一件事 他们是没有权霸佔我们身体的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驱赶就是根据基本的道理 去驱赶他 我今天说得这么仔细 是因为有人回应我的Facebook 就说 牧师你可不可以讲讲背后的哲理 我现在就讲哲理给你知道 OK 另外就是不同斥责的内容 看看 神经指出有一个方法去斥责 问题是我们斥责很多方法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也想起来一件事 就是挺有趣的 你斥责是否要骂人 是不是骂人 骂人也好像怎么样 也不是每个人都骂人 我就想 神给先知有一个恩赐 绝大部分先知都是骂人的 你不骂人也不是先知 因为先知有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代表神责备百姓 因为百姓违反了神的心意 一个就是代表百姓去求神 是吧 同样也是 我们赶鬼也要责备他 我们怎么责备他 我们提过一些方向 一些具体的 其中一个责备就是 你不知自爱 那他真是不知自爱 其实神提升他 给他做天使 甚至比如撒但 他原本是天使掌 他就是不知自爱 是吧 不知自爱 自今度落半变神 好了 当他落到地上 还有一件事 是迷惑人 私探人 那这个是不是更加大的错误 你在天使上已经犯罪了 你落到地上 是不是更犯罪了 简单来说 如果你做错事 人家兜口兜面指着你 你也不要受 简单来说 我们这就是 输人没有输的阵 所以你一走就 斥责他 使用他 因为魔鬼 原本的意思就是 控诉者 现在你控诉他 另外就是 他好像有一个贼 偷进入人的身体 那你就去责备他 原来你有很多的把柄 很多的藉口 其实这些是 证据可以指责他的 再来 那我们就是 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这里我说 我什么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命令 你们这些不守本位 至今堕落 骚骚骚骚骚的污鬼 我最喜欢说 你骚骚骚骚 我身体是干净的 神卖我回来的 立刻从我的口 离开我的身体 这里我们不单是责备他 这里我们指出一条路 让他怎么走 说到这里 也是挺有趣的 有人说 牧师 我这样说的时候 好像催眠 他也不敢跟我说 不只跟我说 在Facebook里面 很隔空地说 我就说 如果我能够催眠人 一来我不懂催眠 催眠的人 都不能令人的污口水出来 对不对 我没有叫过催眠师 是这样 对不对 但我们一来不是催眠人 我们是跟回圣经 如果你是催眠人 耶稣便催眠了人 对不对 这是耶稣在圣经里 留下的榜样 所以我们希望 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能说 你既然是基督徒 你也客观一点 对不对 你先说一些理据出来听 对不对 又或者这样说 就是说 你说你的测试方法好 拘据方法好 有没有经历的 有没有贯的 你做了多少次 对不对 你要明白一样东西才行 既然拘据是一个这么专门的东西 就像别人的脑科手术那样 你没有学过脑科 你去随便帮人开刀 剃开人的脑 剃开人的头 你想想一下 其实也挺可怕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平情的 你反对我也不要紧 就是我们是说 就是我跟你说道理 我们希望是说道理的人 你不要只一句说了之后 就是一个命题这样去 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 好 来看看 我们说驱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越来越觉得不容易 虽然我做了好一宗 虽然我做了好一宗 但是越来越不容易 好 来看看 当我们要戚窄屋的时候 要像同一个人 骂一个人 当然这样的时候 要声调提高 而且是强有力 这个不是表面的 你提高声就可以 不是 不是 这是在心态里面 一个负担 就是你看到那个人 他被鬼迷惑了他 原本是好地想摆一个真正的神 被一些污鬼欺骗了他 是吗 是为感缘故 我们就看到他好像仇人 看到他就叫做分外眼明 我们用一些极其殲酉的词句 去针对他 斥责他 攻击他 是吗 所以很多人原本都是阴声世气的 不过参与了驱赶之后 那些池风也非常厉害 是的 这个也不是天然有的 另外 下次我们留下下次讲 我们就讲贯穿驱赶 我们今天先讲半个钟头 下次我们再详细讲贯穿驱赶 和素描驱赶 其实我之前也讲过 不过现在我就把它放上网的时候 给大家 如果有人说他已经测试了 自己测试了 是被鬼附了 那你自己去试试驱赶 你有什么难处的 再联络我们 那我们就尽量去帮助你 好吗 我们先讲到 在这里我去看一些问答 去回应大家